最近于正的闹剧圈里也在吃瓜 说他疯了这么多年 情绪一直很稳定 我们也在细数他这些年闹掰的几个艺人 和谁撕破脸最狠 说来说去可能还是陈晓比较刚 他的合约当年签了十年 到快要闹掰时还有四年多到期 于正那个时候按天数的 还特别嚣张地把天数告诉了他的粉丝 最后陈晓直接硬钢提前两年解约 连续拍三部剧片酬全打给于正 具体解约费没去打听 但应该没过亦 如果有这么多双方就会法庭见了 应该是双方沟通过了达成协议 于正这个人有个特点这么多年一直没变过 爱你的时候是真爱你 什么天上的月亮星星都不如你要眼 但你要解约走人 那就像有夺妻之恨了 不过我们私下都在调侃 他捧了这么多新人 但还没有找到一个像陈晓的 有点像甄嬛里的王婉泪青 指不定陈晓才是真爱呢 毕竟之后宋威龙要解约 他情愿拖了他两年 也不肯放他走 什么条件都谈不下来 我会想到你了 我会想到你了 你了 感谢观看